是当然这个基本上政府 从这一次中共的一个处理方式 它集中在一二线的层次 尤其是特大或超大城市来处理 这表示说 其实从宏观的一个经济发展来看 或者是政策来看 表示资源是有限 政府资源是有限 政府可以投入的财政手段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当它投入财政非常有限的时候 就必须要去产生一个新的集资模式 过去的集资模式 但是由政府来完全 由地方政府来去跟金融打交道 或者是建立一套新的规则 或者是推出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金融产品出来 我们发现它结果当然就是 金融地方债务扩大 或者是金融有风险 那再另外的 我们再看再一次 2014年的这个陈冬春的改造 其实它最后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它整个货币化 宏改的货币化政策 其实是失败 所以在2017年就收手 那这一次 我觉得某个程度上 是很有可能再重蹈过去的覆车 只是这一次的差别 是我称它是一种杀鸡取软的方式 也就是说第三第四线的城市 已经没办法再继续压榨了 那接下来恐怕第一第二线城市 或特大城市 作为这一次如何去拉动内需 或者是如何去维持房产市场 或者是维持炒房的这样这个市场机制 来所推出的一个新的政策 那到最后一定是会让地方的一个债务 越来越越多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前面之前所累积下来的 在地方债务问题 还没有解决 而且根本无法解决 那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陈冬春的方案下去 尤其是投射在一二线城市 甚至是说这个特大的城市 这那恐怕所衍生出来的后续的 这个金融的一个问题会非常严重 尤其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中央政治局里面 这一次今年7月下旬所开的这次会 特别提到政府要提出所谓的专项债券发行 这个就是很明显看到 就是一个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方案 那可见的地方政府依旧还是扮演一个 如何去替企业融资 或是民营企业他已经没有信心 但是透过企业融资来投入 可是我们也看到 民营企业对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 是缺乏信心的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 相关的经济的监管动作 甚至一直认为民营企业是基本上 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 所以民营企业就算他进来 这样跳入这个陈冬春的改造的一个角色里面 但是他恐怕也是只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项目 或者是累积相关资本的 这样的一个财产收入 但是他其实是对于整体上的城市的改造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陈冬春的发展 其实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帮助